按订阅跟小铃铛了没 别忘了也要帮我们分享跟留言哦 好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 等着要参加我们的品酒会了 麻烦你GoGoGo 什么人喝什么酒 有威士忌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林一峰 欢迎回到我们的品味一番 听说有朋友说 知道我会算命 威士忌会算命 当然可以啊 对啊老师我看我一期前写的文章 其实写得很精彩耶 拿威士忌来算命 当我们每个人喝威士忌啊 喝到一定的深度的时候 其实威士忌会反映了自己 威士忌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每一瓶威士忌都有 他自己独一窝的风格跟特色 那你喜欢这个很重泥霉味的 你喜欢雪地桶 你喜欢波奔桶的 那不同的气味 其实就反映了自己的喜好啊 那些喜好的点点滴 就可以算出你是什么样的人了 这么神奇 真的跟个性的这些关系 肯定肯定 老师多分享一下 就是像我自己呢 我自己开酒吧 开了快30年的时间 月人无数 很多人都会走进来 然后我们其实在 跟大家对谈的过程当中 透过他们的职业 然后透过他们自己的性格 久而久之发现 有一些人可能刚开始 就故作某一种特别的威士忌嘛 可是绝大多数的人 进来这儿酒吧 看到这么多的威士忌 通常会一支一支一支慢慢喝 喝到后来 他们就喜欢特定的 单一品项啦 品牌啦或是单一的口感 就会固定下来的 每一个人都差不多 这个算是大数据法则嘛 对不对 同意同意大数据 嗯 那其实算命不是都这样子吗 算命不管算指微斗数 看那个 看那个八字啦 其实最后算到后来 那些公式能确定你的 大概是八成 另外两成就是透过大数据法则 去来理解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的 婉佩你要算一算吗 我知道台湾人很多人很喜欢学历童 这么多人这么喜欢学历童 那喜欢这种风格的人 大概是什么个性 哎呀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看看好了 我们举个例子 你看学历童的颜色深 是 波本筒的颜色淡 是 我们长久以来的估计 估量的结果呢 就发现呢 喜欢学历童跟喜欢波本筒 是结案不同的 两种不同的人 为什么呢 来第一个 学历童呢它主要呢 因为萃取出更多来自于橡木桶的风味跟颜色 所以其实学历童的风味喝起来其实是复杂的 嗯 复杂的口感呢 喝起来其实会有一种更饱满丰富的感觉 嗯 所以呢如果喜欢那种比较艳丽的 或者打扮的比较撑头的人有没有 通常我们就会推荐它雪历筒 其实雪历筒又有一个缺点 嗯 因为雪历筒颜色比较深口感比较浓重 所以相对来说你喝一杯 哇很舒服 两杯 三杯 四杯 五杯会不会有点腻 会的 因为它太强烈的气味了 所以如果呢 你是属于那种个性豪迈爽朗的 喜欢一杯接着一杯喝的 你慢慢这样的你就会喜欢以波本筒威士忌为主了 了解了解 因为波本筒威士忌呢它有比较那种开朗的 像是香草冰淇淋啦 像是新鲜水果的风味 而且呢它一杯接着一杯喝其实是很快活的 那你们应该比较喜欢这种客人吧 都比较多杯 营业额比较高啊 也不一定对我们来说 我们希望把对的酒给对的人 哈哈哈哈 所以呢 所以你们发现喜欢喝波本筒跟喝雪历筒的 自然而然他们的个性就会出来了 那你可以问我说工程师喝什么对不对 在制程上非常要求的 我们很多的电子业 所以工程师基本上在台湾算是个高收入群的 然后他们其实这些年来我看好多工程师 他们也非常喜欢研究威士忌 因为威士忌这些年头也成了某种学问了 他们喜欢就喝 我通常给他们一支的时候 他们马上就开心的不得了 到底是什么 这一支酒 木赫 嗯 因为它号称是全世界最复杂的蒸馏工序 2.81次蒸馏 听到2.81他们就开心的不得了了 而且这就是一种基本上投射嘛 我们把我们自己工程人的研究者的心态 投射到这支酒里面 自然而然我们这支酒的风味 就会给我们更多的回应了 嗯 那如果是喜欢喝日威的呢 老师你刚刚拿都是苏格兰的 日本威士忌 哇这个厉害 这就很难说了 日本威士忌是非常有趣的 我记得我10年前我开始研究 日本威士忌并且到处去演讲的过程当中啊 大部分人都不喜欢日本威士忌 所以因为对他们来说 苏格兰威士忌才是主流啊 日本威士忌算什么呢 不过是copy人家的东西 直到后来日本威士忌 开始在国际上得到更多的大奖的时候 得到所有人肯定的时候 才越来越多人开始回过头来找日本威士忌 所以如果你10年前跟我一样 喝日本威士忌的人 代表你是个有眼光的人 是没错 5年前如果你开始跟一堆人 哇知道日本威士忌很棒了 开始喝日本威士忌 你是个懂得潮流的人 是 嗯 那如果他现在还坚持要喝日本威士忌呢 现在喝日本威士忌的人 就是你是个有钱人 对听说开这样子的一瓶 在开要五位数字 对对对 现在价格非常非常非常高了 那真的非常非常有钱 是是是是 对日本威士忌就这么一回事 那这机器有了好奇 我要考你了 你要说选什么酒 哎反映他的个性 是 那我现在考你 如果你有非常特别的客人来到店里 看到什么人拿出什么酒 也是你的专业嘛 是是是是 好那我先想想几个知名人士请教你好了 好的 有位女性 是 非常特别 台湾 你唯一一做过某一个职位的女性 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 而且他目前也还在做这个职位 就是我们的总统 蔡英文女士 非常特殊 应该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位台湾女性了 我们 这么特别的人 你要给他准备什么 我们的节目 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变得有颜色了 哈哈哈哈 会吗 会不会 纯喝酒嘛 对 像泡沫红茶店一样了 不会不会 好的 如果呢 是蔡英文女士的话 因为基本上她的性格 是 然后呢 以及呢 她对一些东西都有她自己独到的看法 一些 以女性成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那时候其实是 是很很很特殊的 特别在这个时代 也是第一位嘛 对不对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酒厂呢 也是我们台湾酒厂 因为我们呢 呃 蔡英文女士 女士呢 她就对于所谓的本土化这件事情 是是是 琢磨盛生 是的 而且曾经呢 我们的南投酒厂 也帮她装过所谓的总统的 旧址纪念酒 是的 所以我如果她来酒吧 就像你现在坐在前面的位置 我就会推荐她这支非常棒的 南投酒厂的欧马 而且这支欧马很特别啊 她有梅子的风味 是来自于在地的美酒 没有去你发现她其实 她之所以能够这么快的时间 找到这么多人支持她 其实是个非常大的艺术 是 而且支持她的人 很明显的 呃 我在我认识的朋友圈子里面 很多都是一些 对于过去的这个价值观 是有强烈信仰的人 是 像这样的朋友呢 我会选择 韩国瑜先生来 哦韩市长 对对对对 我会推荐她 波本威士忌 你知道其实在台湾的过去的酒吧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因为只有我经历过了三十年我才知道 最早以前人们都是喝波本威士忌的 所以基本上波本威士忌的风味跟口感都是旧的时代的价值最好的威士忌 到后来人们才开始喝所谓的苏薇啦 单一麦威士忌啦单一桶威士忌 可是你有发现突然之间这一两年 美国波本威士忌也突然就红起来了 其实就像是韩国瑜先生 他现在的状况是一样的 你真的很搭 所以我会选择这次给他 那么韩市长有酒喝了 他当初呢他的对手也不能错过 如果是我们郭台铭果冻呢 最近人气也很高的果冻 郭先生是我们全台湾首富啊 首富我们就要给他百富 21年漂亮 我认识有时候去演讲的时候啊 认识一些企业家 企业家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他们特别喜欢百富 他们都很喜欢百富 很喜欢收藏百富 或许是百富这个酒厂有个富 翻译在有个富 他们人生里面少不了这个字 百者为多 所以多富贵的意思 所以呢其实大家都还挺喜欢这个东西 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如果说呢果冻先生来 我会请他喝这次 不不请他 他还是要付钱的 他这么多钱一定要付钱的 我们看看有没有百富三十年换一下好了 哈哈哈 可以多收一点钱 对对对对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好的好的 那现在要闻一个最最难最难 最非典型的一位人物 那这个柯P呢柯P这么特别 百毒不清 对不对 不管人家怎么样批判他 暗算他 他都死不了 哎呀 我之前有一次我看过柯P在演讲的一个录影 然后他里面就说有一次呢 他去请他的老师去吃饭 去吃个法国餐 然后呢 哇结账的时候很贵啊 然后回去就反省了一件事情 让他人生有个体悟 他说再怎么好东西吃 吃进去的时候拉出来 还不是都一样的东西 没有错 所以呢 对他来说 他其实并不是太挑的人 给他什么威士忌他都会喝吧 我想 是是是 不过 因为他以前是医生 我想嘛 医生已经习惯消毒药水的味道 医院的气味 是的 所以他来的时候 我会给他这个阿伯 而且阿伯呢 十年就很棒了 其实最经典的 也不用给他很高的年份 在十年消毒水味道最重 最经典 然后这样的 对于一个从事 过去是从事医生 然后来到这个政治圈子呢 我觉得阿伯很适合他 对他可以从他熟悉的气味开始 是 哎老师那我们今天要喝什么啊 光聊天 你来挑一挑啊 今天拿出来的 看你想要尝尝这个蔡英文小姐的味道呢 这个韩国瑜先生的味道呢 果冻先生的味道呢 还是柯P的味道 好吧 我支持一下台湾女性 好的好的 特殊的一位台湾女性 那我们来喝一下 好 来喝一下这个 来自于南投酒厂 欧马梅子桶的味道 我也很喜欢这支酒 这支酒的味道啊 他有一种 那种特别迷人味道 我常说这个 欧马啊 跟那个台湾的格马兰啊 好有趣哦 同样呢都是在台湾这块 通工土制作的 可是欧马却多了一股那种 特殊的茶香味 啊老师算了说 文山包种茶 我给你一下 文山包种茶是属于 波本桶的 是造就的气味 而他的雪莉桶 会造就的是所谓的乌龙 高山乌龙茶的味道 所以误误看 有没有茶香 有 有吧 真的 为什么 他下了这个梅子桶 也不会压过这个茶的香味 对 而且他那种属于清幽的 像文山包种茶一样的香气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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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台湾的气味 哇 整个入口这种梅子的味道 才跑出来 好神奇哦 刚闻香的时候 其实没这么重的梅子味 那入口整个梅子味 满满的 好神奇哦 好神奇哦 对 希望我们今天这一集呢 的纯粹 大家用威士忌爱好的角度来看 是 纯粹 对 不要 不要把我抹成有颜色的 对对对 我们是琥珀色的 对是 好的 好的 Cheers 明天又台湾Cheers Solange Bar Solange Bar 好喝耶 这只好好喝 嗯 真的好喝 而且他很特别 他闻起来真的就是 茶香 嗯 然后喝下去就是梅子 看着你 是 这就好喝 嗯 同样的 是 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